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训练一起吃饭一起下课 让我感觉到了 很久没有那种大家庭的感觉 所以我也很享受这个过程 而且我觉得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 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轻言放弃 所以我也决定继续坚持下去 据我了解可能有些是因为健康原因 还有些是因为工作原因这样子 我觉得大会可能也有他们的考虑 其实我觉得训练虽然有一点点累 但是因为我很喜欢这种训练的 让自己变得更优秀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累并快乐着 现在还在紧锣密鼓的这样一个训练中 每天有舞蹈有台步 所以我觉得自己现在还没有达到那个状态 也希望在11月1号的那个比赛前 我可以达到自己希望达到的那个状态 在10月1号的底下 我们下课在8月2号的時刻 我们下课在9月1号的地方 那我们下课在10月2号的地方 就在9月1号的地上 就是10月2号的地方